诗诗记第十四章 参孙下到亭拿 在亭拿看见了一个女子 是一个非利式人的女儿 参孙上来告诉他的父母说 我在亭拿看见一个女子 是一个非利式人的女儿 现在请你们把她取来给我做妻子 他的父母对他说 在你兄弟的女儿中 或是在你所有的族人中 难道没有一个女子 以致你要去从那些未受割离的非利式人中娶妻呢 参孙对他的父亲说 请你把她取来给我 因为我看中她 他的父母却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 因为他正在找机会攻击非利式人 那时非利式人正统治着以色列人 参孙跟他的父母下到亭拿去 到了亭拿的葡萄园 忽然见一只少壮狮子向他吼叫 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 他虽然手里没有武器 竟把狮子撕裂 像人撕裂山羊羔一样 他没有把他所做的这事告诉他的父母 参孙下去和那女子说话 就看中了他 过了些日子 参孙回去迎娶那女子 他转向一旁去看看那只死了的狮子 看见有一群疯子和一些蜂蜜在狮子的尸体内 他刮了些蜂蜜 放在手里就走了 他一面走一面吃 只走到他的父母那里去 他又把蜂蜜给了他们 他们也吃了 但是他没有告诉他们 这蜂蜜是从狮子的尸体内刮下来的 参孙的父亲下去见那女子 参孙在那里摆设了宴席 因为青年人都惯常这样行 众人看见参孙 就请了三十个人陪伴他 参孙对他们说 现在让我给你们出一个谜语 你们在七天婚宴之内 如果能猜出来 把他的意思清楚告诉我 我就给你们三十件内衣 三十套衣服 如果你们不能告诉我 你们就要给我三十件内衣 三十套衣服 他们对他说 请你把谜语说给我们听 参孙对他们说 可吃的从吃者出来 甜的从强者出来 他们过了三日 都不能说出谜语的意思 到了第四天 他们对参孙的妻子说 你要引诱你的丈夫 是他把谜语的意思告诉我们 否则我们用火烧你和你的富家 难道你们请了我们来 是要夺取我们所有的吗 参孙的妻子 在丈夫面前哭哭啼啼 说 你只是恨我 不是爱我 你给我的族人设谜语 却没有把谜语的意思告诉我 参孙对他说 连我父母我都没有告诉 怎能告诉你呢 在那七天婚宴期内 他在丈夫跟前 常常哭哭啼啼 到了第七天 因为他催逼着参孙 参孙才告诉他 于是他把谜语的意思 告诉他的族人 到了第七天太阳未落以前 城里的人就对参孙说 有什么比蜂蜜还甜呢 有什么比狮子还强呢 参孙对他们说 你们若不是用我的母牛犊羹田 你们就不会猜出 我的谜语的意思来 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 参孙就下到雅石基伦 击杀了他们中间三十个人 拿了剥下来的衣服 把三十套衣服 给了那些把谜语的意思 说出来的人 参孙怒气冲冲地 上自己的父家去了 参孙的妻子却归了一个陪伴参孙的人 就是做过他伴郎的 帮助发动 把谜语的意思